新加坡法律学会推出新的律师鉴定计划 让需要寻求专长于某个领域法律服务的人 更容易找到适合的律师 大法官梅达顺在新司法年开幕仪式上 致辞时宣布这项消息 未来几年建筑工程领域将有一些备受瞩目的项目 如新龙高铁工程提高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因此在鉴定计划推出初期 专长于建筑工程领域的律师 将率先获得认证 大法官也强调使用科技的重要性 预请律师要多采用科技 这项鉴定计划日后也可能给予 专长于科技 航运和仲裁领域的律师 鉴定和认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明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